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西亚我们昨天确诊是增加2239人 昨天我国又三位人去世 然后全球方面今天确诊347706人 然后全球死亡今天是死了671个人 是从之前高峰17000多人跌到现在剩几百人 但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相信疫苗也是发生的作用 好 接下来跟大家谈谈 一家也是蓝筹股 然后这一家公司 它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是蛮活跃的 这家公司是Westport Holdings Berhad 它的Code是WPRTS 星期五回调了 因为它最新的业绩是回调了下来 所以星期五它跌了一个4.9% 收在3.89元 你看回它2020年3月份熊市 那时候它的股价3.11.7分 所以意味着两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3.11.7分 起到星期五3.89元 这也是有一个25%的回酬 OK 我觉得不错了啦 因为它的市值 marketcap 136亿的一家公司 蓝筹股破百亿的市值 然后两年多25%的回酬 在这种的行情之下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它的ROE 它的ROE 25.79% 也是蛮高的 Dividend Yield 2.39% 好过你放FD 然后Profit Margin 37.03% 最新业绩4月26号出炉 该说业绩回调了 它最新的业绩YOY按年跌了27% 一个原因是它今年 Other Income那边 也是跌了蛮多下来的 收价公司 中文名字应该是叫做西港 OK 西港嘛 所名字一个港口Port 在那边你就知道了 它就是做港口的生意 就是它们是有发展 管理跟营运 这个港口 就是西港 那个港口 所作为蓝筹股 国家对 当然时不时有在买进的 所EPF也是之前一天 买进了1400股 好 我们来看最新业绩 4月份 1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所收入方面 其实我们来看YOY按年 所按年来讲 其实它的remenu 收入有走高一点点 去年是5.1亿 本来到今年5.2亿 增加了一个1000万 OK 收入是增加一点点 但是它的PAT 税后利润 是走低了下来 刚才说了 回调 它去年赚了2.1亿 来到今年是剩下1.5亿 除了刚才说 它今年 other income那边 是跌了蛮多的 然后今年 它的cost 它很多成本 都走高了上来 比如说 它的燃料的成本 走高了52% 然后它的电费 也走高了17% 所以开销 增加之后 成本走高 当然你的profit 就变低了 那么再加上 它今年的tax 今年的税收 也是比较高 就是因为 今年政府 一次性的 这个繁荣税 OK 这个足盖 在满墨 所以房融税 也是弄到西港 他们的tax那边 要弄多一点出来 所以自然也是 让它的盈利 缩水了下来 OK 所以种种的原因 虽然收入是 增加一点点 但是 它的净利 就按年减少了 一个27%下来 所以展望今年 管理层是有信心 就是今年 financial year 22年 他们觉得说 它的这个container 因为他们做港口了 你当然是看 它的这个吞吐量 在它的港口 做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吞吐量 的这个volume 有没有成长 是一个关键 所以管理层说 他们觉得 今年这个吞吐量 可能会稍微增加一点点 所谓稍微增加一点点 可能就是增加一个1% 还是2% 就是跟去年来比 他们觉得说吞吐量 可能会增加一点点 但是也是subject 涂很多风险 所风险方面 当然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多四之秋 全球发生很多事情 乌克兰的战争 然后 这个通货膨胀 非常夸张 很多东西都 那个价钱是通膨 是非常惊人的 然后 再加上现在 美国要升息 然后要开始收税了 那边 再加上 股市各方面 经济层面的问题 之前港口阻塞甚至 然后 这个运费的一个标高上来 所以也是 非常不简单 在他们的这个季报的 那边 prospects 其实也是有交代 风险当然是有 这些因素 当然就最终会影响 这一家公司的一个表现 所以总的来讲 我觉得 两年多25%的一个回酬 不怕人 也不算是特别的快 个人觉得也算是合理的 毕竟这一家公司 它过往有成长 Track Record肯定是有 这么多年下来 你可以看到 它的Profit 也是在往上上升的 长期来看的话 然后它的一些数字 当然也不错 ROE 125.79% Dividend U2.39% 然后Net Margin 很高 37.03% 而且它那些 Facility都在那边 你只要一个船来那边卸货 装货的话 它又赚多一笔 这个商业模式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来临业绩涨望了 可能7月5日 7月5日 然后我本身是有所保留 因为我觉得短期之内刚才说的种种的因素 特别是成本的走高 现在石油 Renoil是破100块美金一桶 非常高 然后当然很多开销 包括最低薪这些的冲击之下 也是要看它的成本方面manage到怎样 我觉得这将似乎一个关键的 当然聊了这么一些 还是要 Disclaimer 最重要那四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 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这不是stock pick 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是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所以截至星期五 非常多选股回酬还是不错的 像Francon也起了3.7% 所以在两块半 它最新业绩YOY 进步16% 之前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其实1.5分 也派了股息14分 加上free warrenby45分 这三年8个多月 也是有465%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10年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选股 这边不说了 所以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 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著名的投资家当中最出名的 当时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这些基金 这些投资家 他们很多年都在用这个基本面投资法 所以要强调 这绝对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设计至少半年后 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也是挺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喜欢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